學生拿起木槌在牛皮科上花紋 高雄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趁著暑假期間舉辦夏日樂學課程 邀請阿美 排灣 布農等不同族群講師 教導學生音樂 飲食 甚至手工藝 我自己想要來 對原住民族文化就是非常的喜歡 就是排灣族的單子 就是數數單子 然後還有一些歌曲 然後還有皮雕 有點興趣所以就來這邊玩 做那個捞魚的和浮球 講師表示用團康遊戲手工藝製作 讓孩子在遊戲中學習原住民傳統文化 也更容易集中孩子注意力 讓孩子在暑假期間能邊玩邊學習 用遊戲的方式讓孩子就學母語 然後就是讓他們喜歡母語 然後就是不要太知識化 就是在遊戲間可以讓他們就學幾句簡單的母語 高雄市原自中心表示 課程將持續到8月14號 希望藉由不同族群的文化體驗 培養學生學習各族語言 以及多元文化觀念 原始新聞NABO高雄市採訪報導